原来,天师傅讲经度尽,后听别人话辞去工作,想达到讲民族文化的愿望,先去单位,收费很高,学习时焦虑,脑子乱糟糟的,这种状况怎么办? 这个是你判断从,凡事要想得很周密,语速则不达了,实际音乐没有成熟,要有耐心等待。 你听经读经,时间不够长,听经你没有真正体会到教义,所以你才把方向目标做错了。 你要问怎么办呢? 就恢复听经,恢复度尽。 但是,把这种事情过止。 一年后,两年后,三年后,因缘成熟了,你做事情就很顺利了。 语言不成熟,不要去制造因缘。 制造因缘也是条件够了,没有条件,你去制造因缘会搞错了。 这个是语俗则不达。 所以你现在来问,你要恢复读经,恢复念佛。 老实念佛,求感应。 早年,张家大师叫我的。 他老人家给我说,佛事门中,有求必应。 但是,有求不应的时候,使我们内心有障碍,有业障。 所以,一定把业障消除。感应自然就先前了。 那么,我听老师这个教训,依教奉行。 在这么多年当中,遇到一些困难,想到老师的话。 确确实实,很顺利能够透过。 总是要时间。